《富途控股》和《老虎證券》 都是美國納斯達克的上市公司 消息人士稱禁令的原因 是中共當局對資本外流和數據安全的擔憂 其中一名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 受影響的公司可能會在未來幾個月收到禁令通知 這項禁令將使中國大陸的數百萬散戶投資者 無法在美國和香港等市場輕鬆交易證券 路透社報導後 富途控股和老虎證券的股價在週五盤前下跌近一程 中共當局在10月份曾對跨境券商表示擔憂 加劇了兩家公司的股價下跌 自今年2月份的峰值以來 這兩家公司的股價已下跌超過80% 新唐人記者劉海英、江迪亞綜合報導